花蓮海边掀起一波波的长浪 中度台风参数来势汹汹 全台本岛19线市都在路上警戒范围内 截至7点15分 全台传出52件灾情 3693户停电 周日各地都会降下震雨或雷雨 对于明天的降雨来说 各地都会下震雨或雷雨 其中中部以北 东北部东部地区和各地的山区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 另外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 会出现好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今天傍晚离台风中心较近的绿岛和蓝雨 强震风可能会达到12到13级 台东与恒春则会达到8到10级 目前暴风圈正影响台湾东南端和南端陆地 随着台风逐渐往北移动 各地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预估降雨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 而且比较瞬间强降雨出现的密度 也会越来越密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台风的环流 正在影响东大部地区甚至南端的陆地 下个礼拜一 台风暴风圈逐渐远离 全台各地雨势就会趋缓 但中南部与恒春半岛将会断续降雨 新唐人雅特电视 赵腾宇齐千里 台湾 台北报道